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今晚我們討論的問題可以這麼說 都相當熱門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如果大家是喜歡看電影的人 最近香港其實有很多電影的題目 那個取材都是關於外星人 那大家有沒有機會看過這幾齣人? 有 當地球定主日 就早一點吧 那是重拍的 是嗎? OK 那 那 第二 最近有那個什麼? 魔法 魔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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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直線來的 是關於兩個外星的小朋友 都不是小朋友的 現在是年輕人來到地球 這樣 那他要及時趕回去 那還有哪一套 還有一套卡通片 暗門都 做過手影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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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套叫什麼? 我只知道的英文叫 Monster vs Alien 我很記得有個天煞 到底是天煞 天煞不知 遇著不知什麼 總之我也看過 有個怪怪兩個字 對嗎? 天煞遇著怪怪獸 天煞遇著怪怪獸 不是說最近兩三個月的戲 那個題材 兩層 我剛剛你提到的那套 Watchman 對 Watchman 保衛奇 對 保衛奇 那是一個在外國很流行的漫畫 漫畫的故事 好了 今晚很高興 又請到 Moon 方仲 滿小姐 大家 有機會跟 Moon 前幾次都來過 跟我們說 關於外星人 原來 我們的 發言 原來 我們外星人這個節目 這個題材 是很多人喜歡聽的 因為始終 我們的節目 一直放在 我們那個 Archive 那裡 一直都有人下載來聽的 發言 我星人這個題材 下載的人 差不多是最多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題目 其實 大家關注也好 或者 大家不是很多 機會 有其他的途徑 好好的聽到 全面來聽到 所以 滿方 他是香港 飛碟學會 會長 和兼創辦人 過去這麼多年 他都是來追尋 各國的 所謂外星事件 的研究方面 他就是周遊很多國家 九五年 走遍了差不多 二十國家 追尋外星人 這些中跡和個案 來香港 就是創立了 這個香港飛碟學會 可以這麼說 我接觸飛碟學會 在香港 都是在這個 香港飛碟學會 重新接觸過 雖然在外國 我也有機會 去探討一下 這方面 另外 嘉賓是 黃寬明先生 Raymond Raymond 也是香港飛碟學會 的幹事 前幾段 我們都提過 是蜜田圈 原來 Raymond 在蜜田圈方面 都是走訪各地的蜜田圈出現的地方 比如在英國 石柱群那方面 他也是實地的考察 除了 Moonfong Raymond 我也是 Carson Carson 大家都幫過我們 手續做的 這方面的 資料的節目 首先 多謝大家 幫我們 繼續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好了 我們會想一下 為何人們會對外星文明 會有興趣 知道 我相信 除了最近的電影方面 不斷地開始做一個主要題材 還有一種說法 其實 外星文明人的出現在地球 一直都是被有關的當局 政府一直隱瞞著 它隱瞞的原因 有不同的說法 一種很明顯的就是 如果外星人出現 外星人會對我們地球的 很多方面的 既得的文化 或者宗教 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還有一種說法 因為外星人很明顯 能夠在太空 或者在宇宙 飛行到地球 來探望我們 它的科技一定是很驚人 一定是遠超過地球 所以有一種說法 其實我們地球不同國家的政府 其實跟外星人一直都有交往 大家一直希望 由外星人的科技 拿到一些科技幫到地球 但這個科技 亦都不想跟地球其他國家分享 所以很多國家 都將這件事隱瞞著 但當然 為何很多人都會 想知道多些關於外星人的事件 對得它存不存在 其實對我們都很重要 大家已經最近看到 地球多方面的問題 是越來越嚴重的 亦都有一種說法 地球人的主要問題 最後的解決方法 都是如果我們有一些高深的科技 或者一些乾淨免費的能源 其實地球面對的很多問題 其實都可以用這些高科技 真正正的徹底解決 所以了解外星人存不存在 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很多人都很關注 好了 首先我要跟大家再說一聲 我是未有機會見過外星人 我亦都未有機會見過那個飛碟 所以我只是能夠 希望 從一些我認為信得過個人的口中 或者他們真的見過 我亦都不覺得他們 沒有什麼需要騙我們 所以我都是在這樣的身份之下 我都是不斷地探索的 好了 或者請阿悟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找到這麼多言 九五言 九五言 全世界真的很積極 去探索的 其實你看到什麼呢 你自己有沒有真的見過呢 十三年前 十四年前 十四年來都有 那時候我有一年 想著 那時候我就在香港 美國兩邊飛 幾年又回到香港 但去到美國就空識 幾年之後呢 就回到香港 那又遇到一個空 又飛出去 遇事者 兩年兩年 一個地方 包括我自己的Hometown 香港也是這樣 那 有一次 有一回合是這樣 飛回香港的時候 遇到一個 匈牙離籍的 研究UFO 研究了25年的一個植物學博士 那又說回我那個故事 值得啦 是的 去到夏威夷大學 那邊有一張紙仔 說UFO講座 我機票都買了 打算走 結果呢 遇到這個UFO博士 不知道為什麼 是有個感覺 難以用語言來形容的 就是 這一次 這個機遇 遇到這個人 和整件事 我不知道什麼是UFO的 其實就是 你這輩子 如果這樣忽袖走了 你這輩子都是 不如不要來的了 那 說不出的 我過了很多年之後 如果用說話說 就是一句這樣說話 形容我的感覺 結果呢 就 用了一年時間 去環遊了二十個國家 就是選了七大洲 找路線走 去了二十個國家 最主要都是看外星古蹟 不一定外星古蹟 但特別是有外星古蹟的地方 每個國家 我們去到都會找那裏的UFO人 UFO組織 聽那裏的UFO託 但是當年 我在夏威夷住了十四個月 住車 住在一輛湘門的九一年 那裏 晚上就駛上去中產地方 躲在樹裡睡覺 在車裡 如是者睡了十四個月 朝天 就駛上一輛車 下去 Wai Kiki 那個Hayat Hayat 海月酒店 我去那裏上班 我是秘書 我去那裏 有幾間中式餐館的Head Office 其中一間在那裏 我貪過那裏有蝦餃食 那裏就找回那份工作了 朝朝那車就駛到珊瑚礁 我就跟別人搶公子洗面擦牙 但那車是有Moon Roof的 我的朋友就駛著那車 那裏的椰樹會移動 哎呀,時間到上班了 原來在下山 游游到珊瑚礁 最盡的位置 躺腳好好 反過來 洗完刷牙 穿些不會潮的衣服 在車尾箱裡拿出來 還有三個紙皮箱 一個就是 一個是廚房 放食物的 一個箱 一個是A4紙的Paper Box 一個是放肥皂 毛巾 洗澡 那個是浴室 一個是放書 那個是廚房 三個盆 坐在我的屋 收拾好東西 那個朋友就離遠 倒下我 因為他一年到晚 我才有幾年 都是穿著泳褲 哈哈哈哈 阿威 除了她說 Yerho Talk 就穿上衣服 蓋著長毛腳 我這樣過了十四個月 那 他寫書 寫Contact 接觸我的故事 那 好了 有一天 不如我回香港 拿些錢去環遊世界 那 於是我們就開始了這個 一年二十個國家的環遊世界之旅了 但是我當時在哈威爾住的時候 你問我有沒有見過外星人 我當時我身邊所有的朋友 是九成幾的朋友 全部是見過飛碟 有很多是Adductee或者Contactee 即是接觸案或者綁架案事主 當然很大部分都是精神感應 或者俗稱通靈 通靈外星訊息的朋友 那 那時候 有一大部分人人都見過飛碟 也有絕大部分人是上過了外星的 他告訴我外星的世界是怎樣的 你那份工作是幫那些餐廳 我做秘書 是的 秘書是一個 即是那個公司是管理很多不同的餐廳 是的 是香港人開的 是香港人開的 哇 你這個人讀那麼多從香港語出來 走來這裡 我請你 是的 剛才你說Hired 我說Hired 那就是Hired住就住Hired Hotel 也很棒 好了 但是你接觸的人很明顯 你不是 不是你工作 不是那幫人 不是那幫人 那之後在Hawaii 是有很多 就是有這方面的經驗 是Hawaii 因為一個地方很漂亮 亦都是交通很方便 所以很多種類的人都會在那裡 你說哪個島 我最主要都是在Yikiki附近 就是遊客區那裡住 因為在那裡上班 好了 但是幾個大島的人我都認識 好了 那你說那邊你接觸到一班 是研究UFO那些組織團體 那些人那裡 組織團體 就不是特別會標榜UFO 而是那裡的人 或者是我當時接觸的人 他們就比較是 靈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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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時候會說他是New Age 那他們本身經常都會有意識溝通 和不同的空間 那我最盲望有一次 就是坐在那裡 那個人是出了名 會和外星人溝通 那突然間呢 我和我朋友 我有兩三個人 那他就已經在溝通中了 那他們就說 他們是來自天狼星的一個意識來的 serious 那又說我們今晚這樣的聚合 都並非偶然的 不是巧合的 各人都有個目的 今次的聚會 將來會發展一些東西出來 類似這樣的說話 可能我們今晚都 並非偶然 有沒有應驗到呢 我想問一下 都幾啦 因為我當時都不知道 非子業研究這些是什麼 但是呢 我是真的 在墨西哥 那個又說回UFO旅程了 環遊世界 嘗了我的環遊世界夢 你主要的第一 初初的經歷 就是在Hawaii十四個月 遇到很多地方的人 遇到一個UFO博士 他就寫這些書 寫這些接觸個案的故事 怎樣說呢 Alien Message 他就寫一系列三本書 他本身是匈牙利的 那些植物學博士 是一個匈牙利的植物學博士 但是呢 他都算是 他是有一些特別的感應 或者神推鬼公 他是由美國的西岸 有不需要錢 或者很便宜的機票 他就把他送來 夏威夷 那他說了呢 他那時候還狂 他不夠錢了 留在那裡 他只是一康直角 上天要他來 直角來了之後 不夠錢了 他一就租屋 一就 維持住車 一就維持住房子 即租房子 他說我維持住車 不是我搞不到UFO博士到處去 那就齊齊住車 我又買機去收拾貨 我先住在車上 但是怎樣 就是這樣 好了 他有很多其餘的 我是在他身邊 差不多等於第一身 看到什麼叫做Miracle 奇蹟 很多是想過外星 或者有外星經驗的人 他是有很多解不開的結 到那裡 他有issue在那裡 那麼 輾轉就會 給我這個朋友認識到他 那麼 他也是少少學過 催眠 就是半途出家那一隻 但是呢 你會見到真的很Miracle 他一催他 他就去入狀態 跟著就說回他的外星經歷 那麼 跟他高呼過一個這樣的hypnosis之後 可能是一系列 那麼 他就會將那個被綁架 通常都是綁架案 因為他不aware 那麼他就會有一些 有些情意結 有些issue去解開了 那就不影響到他的日常生活 如果不是呢 他有些issue 就影響他當時 一些困擾著他 是的 很多人寫書出來 他就說他前期 還沒去催眠出來 都是很困擾的 他譬如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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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所以當時在飛碟被人刺過的那些情境的任何工具 工具 工具 聲音 他就不知為何會害怕 那很困擾 有些是困擾到他 就是困不到一個工作 那這位植物學家的工作 那這位植物學家的工作 那很多問題都解決了 那樣 就是跟他 叫他講出來 那 一個很普通的催眠 用一個催眠的方法 對 有很多是催眠的 但有很多是很意識上跟他談 就跟他談 就化解了 那你當時有沒有親眼看到他這個過程 就是催眠的 我是坐在旁邊看著的 哦 因為他又不是真的有牌子 有牌子進去給錢那一隻 那其實我感覺到 他是 真的很天意 有一些無名的力量 是幫助他去做這裏做出來的事 那我就是他的徒弟當時 那我跟著他去看 看完這些東西 那你的經歷就是 經過這位博士 他的工作 你就真是親眼聽到 我是自己第一身 我都不知道什麼叫UFO外星人 或者是 這個究竟是什麼的mission 或者背後的philosophy 什麼都不知道 我就是第一身 就是這樣 引擎那些 energy 引擎那件 都說不出的一件什麼 那些被外星人綁架過 那他們最後的感覺會怎樣 即是經過催眠的幫他抒放了他的結 那他就會有很多的無名的恐懼 會消解了 是不是這樣意思呢 中間當然有個解釋 為什麼催眠會令到一些東西 解決了不一定的UFO 是不是 這個一般的解釋 另外一種呢 就是他那個事主 那個事主 他真的可以這樣發生 他自己可能都想 可能上了飛碟 但是呢 沒有人告訴他 是可以的嘛 那他找不到一個真的答案 那他眼見這個朋友 他說你只是可以 然後他又介紹一個圈子的人 他們都說他們上了飛碟 那變成了他們就可以 承認那件事呢 他不會再denyne 不會再否認 那那個心理上就輸了很多 就是simply你去acknowledge 那件事呢 已經是解決了 我其實有個問題想問 那譬如你遇到這麼多個個案 那我覺得 始終可能會有一兩 一兩宗可能 那個事主 其實是可能自己幻想的 或者自己想的 有沒有試過呢 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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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真的跟著 他很被眷顧去做這件事的一個人 那我就 單單看起來都閉大眼 嘴巴這樣 我可以插一點嘴巴 因為其實 阿悟講開催眠 其實也是開著我的飯 我自己都會催眠 是呀是呀 好少人知 哈哈哈哈 好少人知 喂 我沒有人催眠過我 我沒有人催眠過我 是啊 講開我很小時候 我讀中二中三的時候 就知道 其實我看書 最先是催眠我自己的弟弟 其實我自己都嚇一跳 因為不知道後果 其實我只是看書 這樣 當然最重要 我得到的 idea 最重要是暗示 其實就是 OK 當我催眠了我弟弟 我告訴他 你整個身體硬直 把他放在兩張椅子上 他真的硬直 我可以坐在他上 那時候 我那時候都 有點害怕 因為那時候 自己都比較 年少 中二中三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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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拆開了一點 就是 學了催眠術 但 anyway 回應 Cusum所說的話 會不會是被 施以催眠的被催眠者 會說出 是他自己的幻想 是有這樣的可能 但其實 可能性 是不高的 因為 人在催眠狀態之下 其實很多時候 他所說的 其實主要是 他前意識上的 因為很多事情 是不經過他意識層的 嗯 那當然 除非 那個 那個 被催眠的人 之前是有很強烈 很強烈的 的 意識 加在他上面 說是 你有過 這樣的經驗 即是說 換句話說 他之前是被催眠的 告訴他 這件事 嗯 OK 這樣 他會在催眠的時候 會說這些事情出來 不奇怪 但是 我就覺得 可能性 所以 所以 人在催眠狀態下 所說出來的事情 在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反映 他自己內心 裏面 好深層 意識裏面 的 一種想法 嗯 那當然 亦都賴到 究竟 催眠狀態 可以令到人 講起 前生的 遭遇 嗯 那當然 這一點 是 我自己覺得 是沒有辦法證實 嗯 前生的事情 是很難去證實 其實 不是說不行 是比較困難 嗯 那也都會 有可能 OK 由於他看過 電影 或者看過書 說 說些事情 而自己 產生的 想法 也有可能 但是 如果你說 算機會率 其實 我自己覺得 在催眠狀態下 說出他自己的遭遇 可信程度 其實是非常之高 嗯 還有一個好奇 我叫他做師傅 當年 他在催眠的時候 他可以催眠到一個位置 是外星人出現 事主跟他聊天 那是那時候的時空 是嗎 但是 他可以 插他自己本人 就可以插回到這個時空 去問當時在場的外星人 一些外星的事情 或是相隨人格 如果那個外星人 入了那個時空 當時在那個時間 那個外星人在 他自己就去問外星人 你見到外星人會問 當然會問 那十大問題 他真的去問 那那個外星人 真的回答他 嗯 這個 我這麼粗淺的科學知識 我覺得他其實入了那個時空 有不同的時空 你在說的平衡宇宙 那個時空 催眠你進去那個時空 那你去那個時空 然後你再產生多一個可能性 多一個可能性 就是多了我去問你 的一個世界 嗯 那你真的去問 問他這麼多問題出來 你現在是說你的博士分野 在那一個情境 你自己有沒有在場 那個我不在場 很可惜 不是我都不是麻煩 哦 即他是可以 不是我今天可以告訴香港人 我問過外星人這些問題 其實我 我真的很深信 不過我可能問 會不會有一兩宗 因為我始終覺得 譬如我遇過一些 可能是很drama的 他想被人引起注意的 所以他又說一些可能會覺得 他跟外星人有接觸 又或者他是被人捉過的 其實你這個想法是很對的 其實也都是最困擾這個 可以說的 Uthology 最大的困難 因為 Uthology 無論你在哪個範疇 OK Crop circle也好 Induction也好 各方面也好 有時候很難分辨真假 也有很大的隱憂 就是 或者是一個引誘 就是 那個當事人 是 為了 博之明道 或者 製造一些故事 這個 無可否認 所以 這個也是 製造到最大的 problem 對於我們研究 Philip Park 來講 所以 我自己來講 我也覺得 會有這樣的case 但是 最重要最重要的問題 我的看法 就是 OK 是有fake 有hooks 有假的 但是 100宗 裏面 我自己覺得 有兩宗 是完全真實的話 都經意是很值得 很值得我們去研究 當然 如果 我也都相信 fake 的例子 沒有說去到那18% 我覺得 就是 more or less 回頭 OK 會是有幾 幾個percent 會是 真的 假裝出來的 個案 OK 而其他的 無論當事人 意識到 或者意識不到 而是一個 真實的個案 好 這樣我們先 休息幾分鐘之後 會繼續今晚的講題 當然 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過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 行走下 這樣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 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 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 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我們很快回來繼續今晚的講題 我們今晚討論 是關於外星文明的存在 除了李永康和卡森蘇 我們今晚的主持 我們也有兩位嘉賓 Moon Phong 以及Raymond Wong 我們剛才也說 不知為何 香港最近有很多 這方面的 有關外星人的電影 其實我們在那邊 得到什麼訊息 我們香港人 看過可能 都未吸收到 最近很多 一個報告 出了兩套 差不多對撼 尤其那套 迪士尼片 《勇闖汪域山》 我們看特別長 雖然我那天遲到 你遲了 頭幾分鐘最重要 不過我都看到整部電影的誠意 我再說 頭幾分鐘就是什麼 給你聽 頭四五分鐘 他是很快速把真實的飛碟片段 烈根 克林頓 卡達 這幾個跟UFO有關的總統 他們真實的 在聯合國說話 說外星人 那些 他全部都剪輯了 那裏 那裏呢 你是不能停止的 因為他是出監製 演員 出那些字幕 你不能停止的 我覺得是故意的 因為如果你去到不同的國家 他想停止一點 就停止了 但那一部分一定不能停止 而不能停止那一部分 偏偏就是全部 好像MTV那麼快 出那些真實的飛碟片段 我們看完 我們整班飛碟人 跟雲海那班粉絲 我們好像 我們早十多年去科學館 做飛碟片段 給人看的時候 剪出來的東西 一模一樣 我們那時候搞TALK的時候 也最流行 把飛碟片段 剪出來 在我們的TALK 最之前來播映的 他把瑞士農夫 比利米爾那些 那些飛碟片段 都剪出來 他真實的片段 是很反對他的 是 因為其實比利米爾可以說 是這麼多個 拍到UFO的相片裡面 是拍得最清楚的 因為他的個案的證據 是最多的 他的訊息也是很爆燈的 美國政府 很多政府 很多不同的組織 一些極端的宗教組織 都是很害怕他的 那他比利米爾被人暗殺了 不知道十幾次 企圖暗殺他幾次 十幾次 因為太多資料 和太多多證據 外星人保護他的 他說有一次 拿著杯水 有人支槍已經準備射這個位 無端端外星人 然後把他打死了 這樣保護了他十幾二十次 有兩派學說 我們朋友看完這部電影 我自己就是支持 覺得這部電影 終於好像另一面目 開始轉了另一面目 因為那兩個外星人 不是幾年前的ET那個 好像活桂那樣的外星人 是兩個好可愛的年輕朋友 即是人仰的 他們的訊息就是 他們的星球 一派 即是他們的星球 一派好一派不好 他們要來地球拿回一些東西 去幫他們的星球 不要去侵襲地球 而整部電影 我看得出他很正面地 將UFO訊息 和外星人的樣子 擺出來 差不多等於我們 我們去講Talk的角度 沒錯 而且整部電影 我自己的看法也非常有誠意 雖然我錯過了幾分鐘 剛才阿Moon提及 第一次看 其實這部電影 也是第一部電影 以UFO Conference做背景 UFO議會 對 但是他醜化了UFO議會的參加者 有些我不會用醜化 或者我會用卡通化 卡通化了 或者圈嚴了 整部電影很大路 用迪士尼 外星人是人仰的 而他們是正義的 反而在片裏 地球人是無知那班 我覺得全部都很正路 不只無知 亦是有些野心 想用外太空的科技 來促進自己 令自己先進一點 好像美國那樣 我有另一班朋友 他們說阿Moon 不是呀 他們這樣才是最陰毒的 如果整部電影弄得 好像真的 你這麼buy的一個主題 但竟然他們可以銷售到 它是drama來的 是科幻來的 那就好 但你再怎麼說 他們都不說 你是在說迪士尼 而已 很難這樣搞的 這段時間 我看 就是劇 迪士尼是幻想的 神話 現在典型的煙幕手法 是這樣的 把真的東西擺出來 然後拌大量假的東西 來醜化你這個行頭 醜化你這個題目 醜化你裡面的人物 做了很多年 但我又知道 譬如說 那個導演是本身的複迷 那我不相信 他有這樣的信息 導演是複迷 我看雜誌上網 導演是UFO迷 是必須的 因為這樣才拍得出 味道 但再高幾層次 那些BOSS 怎知道呢 又說到陰謀論 你現在都說了 那些片段 都是真 不要遲到 提早入場 看看這麼多精彩的片段 其實 開頭那幾分鐘 是很精彩 而連到最後 ROLA那幾分鐘 也是非常精彩 在ROLA 即是明謝那些 其實也是很精彩的 他說了 那些片段 在哪裡 各方面 所以開頭和後 都不能走 一定要準時入場 也不要 一做完就離開 要看了ROLA 看到最後 然後再離開 明謝那些機構 你說什麼地球 有這些機構嗎 嗯 嗯 嗯 其實 講回剛才 溫芳所說 究竟這套戲 是不是有什麼陰謀 有一派 也不是陰謀 但我的看法就是 無論如何 它都是 將 UFO 或者外星人 這個 變成一個比較 popular 的話題 多些人去講 那 令我想起 其實我第一次接觸 UFO 或者外星人的課題 都是由於 史提芬史匹堡 在 差不多 我相信30年前 所拍的 第三類接觸 Close and Count of the Third Kind 那時候 引起我對於內星 或者UFO的興趣 然後才去研究這個 所以無論 究竟那個監製 或者導演 居心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它是令到 多些人有興趣 多了這個 向這方面的 這個課題的 研討 好像我們都說 以這個 都做了十幾二十年 有沒有二十年 外星片 你會不斷的 做極都不停 我相信 有整三十年 怎麼指 七、七、八年代 應該不止 是啊 是啊 那他都做了 黑白的那些 即是怎樣說呢 又 OK 沒有說 因為Roswell 是開核第一次了 可不可以這樣說 即是近代 即是近代的第一次 即是有關於外星人的 資料 是五、三年左右 再早點 應該說一九四七年 就是 Cennefano 那次 即是他駕駛的飛機 經過 又講你的飛機了 因為他自己是一個 Pilot Raymond也是 他是個Pilot 其實他本身不是Pilot 他是公司的 即是老闆 麻煩你又好像Iro 這樣飛一下 再找一些飛機回來 那就是經過Cascade Mountain 而是見到一堆 我們現在叫UFO 當時未有這個名稱 不明 他叫飛碟 他見到這樣的不明飛行物體 不就是告訴�媒體 當記者問他 你見到的是什麼 他又告訴他 那些記者 就是我見到的 好像有幾隻 三、四隻 在一個飛機 旁邊是飛過 究竟怎樣飛呢 就是好像 把碟 拼在水上 所以就產生Flying Saucer 這個名詞 飛碟 這個名詞 就是由那時候 而開始 1947年 當然 那年也有好幾個案 差不多都是同時期 9月、10月 那時候 那時候 不過當然 這個是最出名的 因為媒體 是報導得最多的 而是自從那時候開始 就產生了Flying Saucer 這個名詞 UFO 其實是較為近期的名詞 就是 不明飛行物體 對 就是 那個 什麼 Standard Freedma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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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他在之前 Project Blue Book 那一集 是 近代飛碟學師傅 對 近代飛碟學師傅 他就將它分成第一、第二、第三類接觸 也是他創造這個名稱 就是 Un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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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 其實就是比較 可以說是比較客觀一點的一個 對 對 可以說是比較 Scientific一點的一個名稱 UFO OK 我們沒有說是什麼 只不過就是我們 不明 不知道他為什麼可以這樣飛 的飛行物體 他們將ET都改了另一個名字 不知道叫什麼 什麼B型 OBS B 什麼 不過我喜歡ET多一點 Extra solution 做了幾十年 我覺得那個外星 你會那個外星片的攻勢很厲害 是不會停的 但是他是做了一個角色出來 他做了一個功效出來 就是 比起我們十四年前 十四年前飛碟學會剛剛開始的時候 現在的人是會 覺得你不是天馬行空的 真的在說 在說一件真的 如果你沒有聽過什麼叫UFO 就是很沒有這個common sense的人 但現在的人都不問有沒有 問都要勾的了 有沒有UFO 你好勾 其實現在真的多了很多人 不再說有沒有UFO 其實他們都開始找話 到底他們做什麼 做什麼 現在他們是開始找一個 在UFO範疇裡面的一個問題 問出來是令到他們看得到 他們看得到很聰明 當然他們不會問有沒有UFO 這是什麼問題呢 說回我們的博士 是的 因為剛才你說 你博士在催眠的狀態 他們進入那個空間 是問外星智慧 或者是幾個很重要的問題 十大看到外星人問的十大問題 是的 譬如你親身聽她的 我是親耳聽她 這麼多年來她都會一直說 但我在說這天之前 我問回你們四位 你會問什麼問題 一個 為什麼她把飛船弄成這個樣子 什麼樣子 什麼飛碟的樣子 為什麼不做火箭的樣子 不做面包的樣子 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是有很多種樣子 如果跟回Divinus的描述的話 其實起碼都 我記得那時候去台灣 他都分為十三類 即是以類別 即是有雪茄型 三角型 當然最普遍的就是碟型 我們是Saucer 因為剛才所說 Flying Saucer 這個名稱 統稱 發明了出來 最普遍的也是香蕉型 我又回答你這個問題 我代外星人回答你這個 第一個問題 我最喜歡的就是荷包蛋型 但是近代出現的架次最多的那隻 就是佛羅里達州微風灣 Gulf Breeze 出現得最多的 那隻就好像一個大燈籠一樣 但是如果說大 就是七五年左右 有幾年 在比利時有一個UFO浪潮 但是當時出現的飛碟是怎樣呢 是幾個足球場這麼大的 一個三角形的飛碟 幾個足球場 有時會慢飛的 那個虛陷程度去到 是當年的軍方 比利時軍方 是跟民間的UFO專家 是合力去做一個研究 即是做一個總結報告 而那個總結報告 就是說對國防是沒有威脅的 其實比利時政府是 全世界第一個國家 政府正式承認 是有UFO存在的 這個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宣布 很多年前 幾十年前 有沒有幾十年前 起碼都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現在是九幾 因為他做的那個報告 當年都做得很公正 好 再說回明光月 我剛才問這個問題 其實是有一個很重要的理念在背後 因為你那副飛行器的形狀 其實是取決於你飛行的方法 或者它是由這麼遠的地方 來到地球 所以用什麼飛行的方法 譬如所有的飛碟都是一種型的 即是說它只是用一種的方法飛過來 但如果它有不同的形狀 不同的大小 即是說它有不同的飛行方法 不同用它的方法去穿越時間和空間 即是說它們科技有不同的形態 亦都有高有低 我們也看過有些更加 這個想法是很對的 更加不可思議的 是沒有固定形狀的都有 plasma shape 即是等離子 等離子的狀態 即是說它沒有固定狀態 我認識了一個外星接觸主角 他在墨西哥 他說他進去飛碟的時候 就是等離子plasma shape 他是將上半身 橙黃橙黃的一間間 他就不知入黃色還是橙色 將上半身 將自己飛進去 接著就會將它整個人塞進去 吸進去 進到飛船裡面 就只是看到光體 看不到你眼耳口被五官 有些飛船 有些飛船是自然的 即是它根本是一個生物 而飛船船長的腦 跟船的關係 就好像我們的腦 跟我們的身體的關係 是想到那個船就會聽說 即是 即是甚麼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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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是你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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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見到你說的 你差不多 你說到甚麼都有 講完最後第三個 最多人見到那個飛碟 就是中國的 它是好像蚊香 可能它是煙的尾 這樣旋轉去了很多個浮 很多個省 不知百多或幾百萬人 還是成千萬人 很多人看過 這個就是最多人見到的飛碟 嗯 中國就是反應蚊香 多了你 但是 這樣有不同的外星人 都來到地球 是啊 即是說 不是幾種 即是很多 即是你講了 百幾二百種 百幾二百種不同的外星人 不同在宇宙 不同的地方 都來到地球 問題就是 地球有甚麼吸引他們呢 我這樣說 如果是分豬肉 真的很怕 太多人分 如果是地球 即是說回你 一般人都會想知道 即是外星人為何要來探訪我們呢 為何要讓我們 這是不是你的問題 是的 我相信 可能很多人都會想 即是為何會 相比之下 我們這麼低 低烈的科技 他目的是想怎樣 這個呢 亦都是我當年 我的朋友 催眠到那個位 其中一個問外星人的問題 就是 你們為何要來 那 那個答案 就是一個很凝重的 老生常談的答案 是 就是 外星訊息呢 就是 他們 傳來的訊息 就是 你們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 你自己玩到 自己去到一個很危險的處境 你們小孩子玩火 有那麼多的科技 可以自毀 毀滅自己 我們來呢 其實整個外星現象 都是一個 是一個 教育過程 是一個 education program 如果你真的要形容 整個外星現象 他說 只有兩個英文字 education program 我們來教育你們 讓你們知道 你自己玩到 自己去到一個什麼位 連自己的巢子都快要整爛了 那麼 其中一個很solid 很清晰的訊息 就是 你們不要再搞核武了 因為你搞 你不單止搞到地球 其實你爆一爆 你是連其他空間都搞到 他們要做很多的修補 跟我們 那麼 這個 就是 老生常談的訊息 差不多是一個環保訊息 這個也跟最近一齣外星人戲 就是地球瓶轉入 這一齣電影 整個story都是說這件事 那個外星人 其樂 李維斯 來到地球 是要拯救地球 但是 怎樣才可以拯救地球呢 就是要消滅人類 因為人類 其實就是毀滅地球 在他的看法 就是在這個外星人的看法 就是唯一可以拯救地球的方法 就是先滅了人類 當然 那套戲的結局 沒有說不正確 這是一個solution 其實 也是 其實看回 這個也是facts 看回地球 現在所面對 這麼多各種各樣的問題 這個 這個 Global warming 也好 這個 這個 就是 糧食戀血 是的 糧食戀血也好 這個 大洞也好 各方面的事情 都是由於人類所做出來的 其實 不是其他的生物所做出來的 所以如果沒有人類存在的話 相信地球 會更健康地存在 所以 這個 這個訊息也是非常明確的 回答回 剛才說 問到為什麼外星人會有興趣來地球 那麼 我相信 也有很多答案 provide過 其實 亦都可以反過來 你說 反過來 你看 其實我們 或者文明人 在地球 我們都很喜歡去看一下 在婆羅洲那裏 有一些 未開發的民族 完全是 未曾跟外界接觸過 我們也有興趣去研究他們 OK 看看他們怎樣生活 就是 用飛機 用望遠鏡 來觀察他們 OK 當然 所以其中一個就是 研究的 對象 對 作為一個研究的對象 對 地球也是一個很漂亮 很美麗的地方 所以 在地球 來到旅遊 或者西施營 都是一個很賞心樂事 我相信 但是這樣 是 各種不同 種族 不同 那麼多種不同的外星人 我相信 就是 你去游覽 可以去這裏 又去那裏 都可以 那麼多種不同的人 都來到地球 一定是 這個原因 還是比游覽更加高層次 嗯 原因就很多 我不會說 我猜猜 我只是 召喚外星個案 他們說 他們為何來 真的簡單去旅遊 有些人說 我這輩子來 是幼稚園來 Field Trip 這輩子讀完 我回去那邊 有人寫過 揚子的故事 真的旅遊 有些來讀書Field Trip 有些是真的來做研究 那 因為我們是自己玩 自己玩完自己的 我們是會自毀的 那 他們就 要做 用作魔衣衫 用作魔衣衫 差不多不一樣 所以就說 我不喜歡那套戲 他們是想 做一個新的人種 即是將他們 混合我們的衣服 做一個新的人種 留一個新的人種 這個也是 很重要的主題 於是就發展了 那麼多的 abduction的綁架案 上了飛碟 去拿回地球人的衣服 去做一個新的人種 很多 《史不浦》那套戲也是 即是叫做 《幽浮人種》 做一個新人種 來拿能源 拿各種的資源都有 這個是中美洲的一些 一些中美洲的蘇美民族 蘇美文化 裏面都說 他們有些外詩人 都是來拿金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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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怎麼看呢 我們在地球有成 這麼多個國家 我們經常都要去 去別的地方 我們為什麼要去別的地方 去公幹 去讀書 去旅遊 去做研究 他們就將這個概念 我們將這個概念 擴展到其他的星球 根本就是差不多 一模一樣 他們來的原因 都是這幾個原因 其實所有的東西都是差不多 放大了 有世界 變成一個宇宙觀 其實他們星際之間都是有政治的 跟我們國際之間的政治 可能沒有那麼骯髒 但是基本上真的有這樣的政治 每一個行星星的星體 每一個宇宙每一國 他們都有一個政治的 Council的架構 在這裡去管轄這一區 嗯 但是有沒有什麼 譬如說 我們這個太陽系 屬於什麼政治體系 他們這些 他們用他的英文說 他們演繹不同的英文 名字不重要 意思就是 例如叫做 Galactic Federation 就是星際聯邦 有些他會叫 但其實只是玩英文字 但他的意思就是 這個宇宙 是會有個Council去管轄這個宇宙的東西 都是一層層架構 就是這樣 但是總之 其實現在看這些招 我們都算屬於和平 我想 外面的Council 就不是說地球 地球當然是很不和平 我們是野蠻的 他們用Barberic這個字 如果你有讀歷史的話 都知道 看人類的歷史 差不多沒有一個時刻 在地面上 是完全沒有戰爭發生的 沒有一個時刻 Billy Meyer的Contact Notes 一個外星人就跟我們說 根據我們研究這個宇宙 你們真是冠軍 這件事 根據我們的調查統計 我們以C的宇宙 他不知道認識兩三個宇宙 但都很多 你們是冠軍 這件事 就是我們計過 不知道幾多千年裡面 好像有幾多十年 真的整個地球沒有戰爭發生的 你拋離亞軍第二名 就很遠 我們亞軍 這麼多千年來 都有大約四成時間沒有戰爭發生的 好了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今晚的題目 如果大家真的想進一步研究 有多一點 Moon Phong帶了一本書來的 這本書在我們網站都有介紹的 書名叫做UFO 是真實存在還是謊言 資料在我們的網上 大家可以上去參考 我將這本書在坊間買的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晚上要拜拜 多謝兩位嘉賓 Moon Phong和Raymond Wong 下星期我們會繼續探討這方面 了解 大家都說 既然它存在了之後 剛才Moon Phong說 其實不只是一類的海星人 有五十多類 下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 拜拜